为什么选社会学系呢 你是选社会学吧 我其实想读哲学 但是我也想活着 我也想好好挣钱 但是自傲 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能学的 然后就看到了社会学 我说这挺别致的 根本没看过社会学的书 不知道社会学家有谁 我觉得这是个全新的学科 然后又能满足我离家远一点的愿望 就想了就折别了 社会学里学到什么东西 社会学 可能你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学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思维 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是吗 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 我觉得挺好 我其实挺喜欢学术的 我动过念头 但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这不扯扯 你不是去南方中洲看吗 有段时间 他说脏话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也别生气 不是冲你 喝一口 别生气 你也听出来 我也是挺文艺青年挺 有过那种新高气奥 折纳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什么的 我去媒体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折纳的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 总是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这种排大队 在你要去抢票的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 我就听着两个人说 说马上过年了回家买了票 没事儿 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 咱们好车 我给你留办成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倒也一直 别南方倒也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那所有的行业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人 对 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那就这样吧 这试课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我就发现了没有我想的那种 到底很洁净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 有操守有坚持的老师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 我不想再做知识分子 对 太早找到边界 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 还好 还在找 我希望能把自我的边界再扩大一次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就一下认清这件事 我要赶紧 我就运行起来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他错 只是当时那样 比如说我真的蛮好奇的 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 我九十年代上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 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就是你的巨大的希望 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它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是 你人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对你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 我也是那样的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什么的 他们到底什么样 现在小孩什么样 比如池子 我的好朋友 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 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 产出为人 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 可能是没有价值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 他也没有需要 他一样可以创作 他一样 他一样讲段子 一样 讲完就玩去 他不挣扎 不是说没有不思考 他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很多 很具体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他还年轻了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拍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 可能七年代普遍来讲 这个价值观 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 对的 很普 就是个体制 可能会去摇滚 对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 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 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 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而且非常快 因为你先才二十七八岁 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对非常快的 小时 为什么 因为我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得限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系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理解的是以见识 中道 讲中道 都是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了 这就是我 这不也是这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当然这被庸俗化的佛学 更是这样 尤其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了 那没办法 那你总得活着 怎么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 这样的庸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呢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吓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嗯 你要说对我来说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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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你看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嗯 就把自己理得要清楚吧 就得到工作的时候 您想过信教吗 我没有 你觉得你会信教吗 不知道 我是个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我相信人自身有他的寻找意义的系统 文艺复兴 你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文艺复兴 那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哪 或者说我相信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吧 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 那种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商人没有很多问题吗 然后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就特别 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道德期待了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行业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 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过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是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不能 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这么明显啊 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呢 一马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真的 你节目成这样了 我们都不赚到钱 你要感觉一点好吃 不想想什么 感觉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不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那我同意什么呀 敢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 那就很不了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 也想说 就是像刚刚这个 呃 死在女人身上这个事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 我就说了 我说 哎 我说 李大 我有时候想 死在别人身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对 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所以就随便 拨一下 说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 啊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 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 这个这个 你可以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 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 我再教一个 怎么不被人骂 刚刚说了一个死在女人身上的 什么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 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相信我 我是做大众娱乐的 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女人这个词 首先男的使用起来就会油腻 然后真的 尤其是一个您这个年纪的人 使用这个词 虽然你是一个真诚天真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隔了一个屏幕 观众一看就觉得 哎呀 咳咳 许正 中年男人 知识分子怎么那么有恶心啊 嗯 但是他平时做的事 可能比比你过分的多 这就是大众 大众娱乐 嗯 没人教你这些 嗯 在屏幕上不要 真的不要 我再再劝你一次 不要不要使用这个错 嗯 就也不要说死在女人身上 嗯 虽然是一个浪漫 一个 其实不是坏事 是一个浪漫的 一个 但是别观感 观众屏幕一看 他就会觉得 这人流氓吗 这不是 但是你 但是你会担心这样的方式 比如太熟练了 你会 真的是被完全规训了 你会散伤很多东西呢 哇 这太难了 谁能把我规训了 嗯 所以这没关系 不会的 太难了 嗯 我是学生 但是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损伤呢 啊 就赚不到钱 看起来 对 赚不到钱 对啊 我跟你说 就是你做自己可以 但是你就是赚不到钱 然后被人骂了 那你现在算是赚到钱了吗 对你来说 算了 我生活考虑很低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 我赚到一笔钱 对 第一次 第一次拿到 那个东方八千六十的稿稿稿 嗯 那个为什么能特别明显 因为发的是陷阱 嗯 多少钱 7000块钱 嗯 还在澳美实习的时候 能拿到手里7000块钱 一大钱 比如或者你现在有概念吗 比如说我有多少钱 那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真的得几个亿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 因为你要的是无所谓 你要是要的是 好好活着什么的 那就都行 我觉得我现在就行 我觉得我现在的钱就够了 我就没事了 我就这样呗 那还能怎么买 而且我又不是不挣钱 嗯 对 但你要是想让我无所谓 我的无所谓可是得特别无所谓 那现在什么东西让你有所谓呢 就是需要几个亿来 来 来 这么多钱 比容呢 这都不能说 这绝对不能说 好 来 每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时代应该是更多的包裹自己 就包裹自己 我觉得这是面对一个从 一个从众年代的某种反应 因为包裹自己是个安全的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更少特地独行了 所以可能我对 可能对李淡昨天表现出来了 就是这么容易被规训 也是有点意外吧 或者说他在规训过程中 我觉得 或许我们的谈话 他应该可以 可以更无所谓表达这些东西